在1980年到1996年之间 戴安娜不止一次和卡米拉 见面并且展开聊天和谈判 从戴安娜结婚之前经历她的婚姻存序内 一直到她离婚以后都和这个最强老三有过交集 回头看她从来没有赢过 戴安娜和查尔斯恋爱期间 她还不太清楚卡米拉和查尔斯的关系 毕竟卡米拉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是马叔教练的妻子 查尔斯和卡米拉一家都走得很近 给她的孩子当老师跟她的丈夫称兄道弟 戴安娜又怎么想得到那个叫安德鲁的男人 默许自己的妻子和查尔斯保持不正当关系呢 一场马术比赛19岁的戴安娜很是害羞 在卡米拉面前低眉顺眼卡米拉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主动走到戴安娜身边和她热聊 戴安娜对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热情 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她有意躲开这个什么都说的老大姐 是的 卡米拉比她大十多岁 但是卡米拉一点都不见外 她非常热情地和戴安娜交流查尔斯的事 那个时候戴安娜和查尔斯确实还不熟悉 戴安娜全程低头少语 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卡米拉要和她说那么多 她为什么喋喋不休 其实在他们三个人中她才是那个外人 和她交往的一切细节查尔斯都会告诉卡米拉 卡米拉始终觉得戴安娜根本配不上查尔斯 她只是一个就高中毕业的幼儿园老师 她只适合带孩子不配王妃那么高贵的头衔 卡米拉虽然不美丽 但是她很大方 还拥有高学历 很懂情调 从小我行我素 百无禁忌更不把查尔斯当王子看待 只当成一个普通的男人 正是卡米拉这种姿态让查尔斯很着迷 和卡米拉在一起 她可以没有任何偶像包袱 可以说最流氓的话 做最流氓的事 卡米拉对戴安娜的评价 愚蠢花痴恋爱脑 其实她说的一点都没错 查尔斯的二十多个女朋友都不愿意嫁给她 戴安娜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做了决定 她确实是愚蠢的 安妮公主也在戴安娜嫁入王室之前 当面对戴安娜说过 你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在结婚之前 戴安娜是一个有点婴儿肥的大土妞 结婚以后她沉迷于打造自己的外表 虽然她很漂亮 但是常常被说成是花瓶 并且在接受采访时 她都实话实说 我正准备去购物 这个回答让在场的人很尴尬 只能用你真有趣来化解尴尬 安妮公主不止一次说过戴安娜很愚蠢 包括她婚后过于清明和王室背道而驰 自己走自己的路 而且在查尔斯不知悔改以后 她选择了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出轨报复查尔斯 让王子头上也顶着绿色的草原 这一切不仅愚蠢 还说明她真的很恋爱脑 竟然和王子谈爱情 因为在一开始 查尔斯就把娶戴安娜当成一种交易 面对卡米拉对戴安娜的嘲笑 查尔斯表示无言以对 戴安娜确实让她丢人了 这个笑话闹到了国际上 所以戴安娜的悲剧是注定的 她根本没有能力撑起王妃这个头衔 她过于简单和理想化 现实是很残酷的 虽然人人同情戴安娜 斥责卡米拉和查尔斯 但是不得不承认卡米拉真的很强大 她能够长达五十多年抓住查尔斯的心 虽然管不住查尔斯的身体 但是她完全不屑去在乎她是否出轨 76岁成为王后虽然来得有点晚 她毕竟成功了 跟她比 戴安娜就是一只待宰的小白兔 我就会成功了 好